欢迎来到乔说 今天是我们36克起伏点评与乔说共同带来的一期特别的选情指团栏目 我们这档栏目是一档专门为新手准备的轻科普知识类栏目 我们将主要围绕起伏赛道的基本概念 我们将选择工具类型来进行科普 我们将梳理出来各个细分锤类赛道的选情策略和选情技巧 为新手们提供一个更具有参考性的选情指团 那么本期我们请到的是独立萨斯特名人张乔老师 那么也非常欢迎张乔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张乔老师好 张乔老师你好 大家好 那么今天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的提示 关于其实近期非常火的一个大热题 也就是我们的居家办公 包括线上携同 我们如何更好去做 包括有哪些软件可以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在分享就一开始 张乔老师有没有什么想先跟我们直播间里的小伙伴们说 我觉得今天我的所有的知识分享有两点前提 第一点就是我觉得我算一个抛砖引玉 就是因为我并不是任何一款远程办公软件的设计人 所以说可能因为信息不对称 比如说因为大公司病等等的原因 我可能不能够完全洞察产品设计人员的苦衷 对每一个软件我可能在产品设计人员看来可能是浅长辙止的 但是对于用户视角我的认知应该是比较充分的 第二点就是因为直播的话可能不侧重于细节的传达 所以今天主要以小异为准理解设计思想为主 之所以咱们在这期选择这样的一个话题也是因为在当下包括不管是说美上这种常态化的疫情的情况 还是说在全球范围内其实线上办公也已经成为了一个比较新的风筝 包括其实大家也知道贵谷很多公司现在已经就是从疫情元年开始到现在一直保的一个非常高的这种线上办公的一个情况 说到现在其实线上办公最主要的其实我觉得是两个部分 第一是说你是工具的选择 第二是说你的怎么样去维持到原来的那种我们在现场相对应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其实第一个问题我想问张晓老师 线上办公您个人在这段时间当中有没有遇到哪些痛点 因为我原来上一段生意是做的民宿也是我第一个全职的创业项目 然后民宿很明显它是一个必须要现场没有办法完全现上的一个产业 但是我做了半年就赶上了疫情 所以没有选择必须要转这个线上办公 遇到了四点痛点吧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开会的不变 原来大家打个照明 然后传递一下信息和情感 基本上就可以了 但现在的话必须要用录屏分享等等方式 那就你需要找相关的工具能够给你提供这个架构 第二点就是绩效管理吧 那现场的时候谁在摸鱼啊 每天每周的每个月的每个人的状态啊 基本上可以通为潜意识啊肢体动作可以感觉到 但是转远程了之后的话就只能依靠一些管理工具 第三点信息存储吧 还是跟没有面对面沟通相关 像一些企业内部的一些最佳实践啊 特别是换一句话说叫雪的教训啊 或者叫日常的项目管理 或者说是内外部沟通 都点放到一个软件上面 所以这些都涉及到一些企业架构的调整 而第四点就是增进同事的感情吧 因为没有这种茶水间的water cooler chat 所以说大家之间的话 可能如果长时间的远程办公就会感觉到生疏感啊 或者说新进的成员可能不太了解团队其他成员的性格啊 能不能做朋友啊之类的 前天也看到了一家很有趣的公司叫Tandem 他们其实就是water cooler chat这件事情 把它sass化然后做了一个工具 因为我现在做的项目还是我自己独立做的为主嘛 在一开始起步阶段我是打算以后 如果有其他团队成员是想要试用一下这个 大概这四点 这个技巧管理我觉得可以聊的事还挺多的 就比如说最近在北京或者说上海来讲 大家居家办公成为那种特别普遍的一个事 前段时间也说到有一个国内厂商 具体是哪家我们在这里做不明础 他对这个员工好像是每几分钟进行一次断拍 但其实这样的话 他对于技巧管理来讲 我觉得他会带来一种什么样的影响 还是要把大家当做一个成年人去看待吧 简单的说 因为远程办公 他其实会对于没有一定的主观能增性的员工 会有比较大的挑战 但是如果企业使用了这种过度的技巧监管的手段 那也有一点点舍本出没了 我能给出的方案就是解雇 是的 所以其实说到企业只雇佣成年人 这其实跟那个前段时间达Fix那个观点有点不谋而合 我们其实说到另外一点 就是关于信息存储 不异于面对面沟通 这个点可以引到今天我们就说的这些线上办公 包括要用到这种效率的工具来帮我们来解决这些问题 您个人就比如说在这个线上办公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这个存储上 或者说是在我们这个项目沟通上的这种很直观的问题 有没有这种例子可以跟大家分享 相当于其实是踩了一些坑的 我也是换了很多个介质吧 涉及到说我们用的线上办公软件分成几类了 都就是以不同的类型去存储你这个信息嘛 我觉得可以大致的分成三类吧 第一类是文档 第二类是看板 第三类是聊天 也就是三种存储信息的方式 文档的话就是 当然它可能会有一些隐身 信息之间可以相互 文档之间可以相互的超链接跳转 第二种方式就是看板 它是按照任务流的顺序去走 可能是代处理啊 可能是进行中啊 你完成啊之类的 然后第三类的话 就是像微信这样子聊天式的 对话框式的 这三类的话 它都没有办法胜任所有类型的信息存储 要综合在一起使用 所以说我现在选择工具 当然我是用尽量少的工具 但是我会选一个尽量比较全面的工具 这样它比如说像实时的这种技术通讯啊 包括像最佳实践记录下来的文档啊 包括像项目管理用的看板啊 包括像这种固定资料 媒体文件存放的这种微盘啊 都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照顾 在用单一工具过程当中 你刚刚说也踩了些坑嘛 那有没有遇到过哪些窘境呢 可以跟大家简单聊一聊的 我这么一下子的话 特别让我酒还真没有 我可以分享一下怎么样让你摆脱这种窘境 困难肯定是有的嘛 如果说国内的软件不可以的话 多去看一看海外的一些软件的一些设计速度吧 因为这个问题就是可能不太好 就是泛泛而抬 所以可能是要遇到一个很具体的长久的才好 能够回想起来说 我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就是棋手的问题 确实解决了不少的问题 但是因为那个问题已经被我解决了 所以其实好像没有记忆特别深刻了 就聊完了这些您个人的一些使用的一些 包括您对于这个线上办公的一些理解来讲 接下来我觉得很重要的点 要聊一聊通过对于这些软件的了解 或者通过您个人对于这个市场的了解 您觉得现在这个线上办公市场 主要是盈利模式在于什么的 然后包括大家其实也可以看到 像是企卫或者说有一些协同软件 它其实是一直处于一个 对于怎么讲 对于公众来讲是一个开放的一个状态 那您觉得它主要的盈利点在于哪些地方 国内跟国外它的盈利点还是都有差异 我主要是从一个行业全局的角度来分成几点 第一点可能是它的订阅费 也就是每个月你要给这个软件的高级使用行为 要支付一定的费用 当然国内的软件这方面收费比较少 那像国外的slack 它是要收你的费用 你才可以用这种无限制的聊天记录的保存的 第二个点是API的使用费 定制开发或者说做到自动化 也终极了这种降本增效的话 要收费的 国外其实一直是在收 它是以这种最贵的这种enterprise的方案 国内的话像且微信的话 它最近也开始针对这种使用服务商API的行为 也开始收费了 但是这个价格我大概看一下 还是对这个小公司也是足够友好 第三点是云盘 面向对象存储空间的一种批发吧 企业微信的微盘的价格 大概是比耳朵的网盘要贵的 因为它是欠到你的企业内部的 所以它是自带一定的一家 那第四点就是数据安全吧 比如说你误删的数据的恢复啊 高级的撤回功能啊 发的这种客户朋友圈的撤回啊 或者是什么这种员工的这种什么追索啊 之类的 就是这个暗次付费的这种数据保证服务吧 第五块引流 这块国内玩的比较溜吧 把这个私欲都让实给搭建起来啊 帮助直播带货啊 包括我们今天用的微信直播号的这个机制 它也是有跟企业微信去打通的 当然它的盈利模式的话 可能国外的话会收一点订阅费啊 微信小称电现在还没有收这个费用 它主要抽的是跟微信支付一样的 这个交易的手续费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您觉得为什么国内的这些厂商 都会优先选择引流的这种方式 会用的特别多呢 这个问题其实是有必要 我以后专门在乔说 开一个视频来讲一讲 国内用户的付费意愿现状的吧 从哲学上讲话 存在集合里 国内的用户的企业的第一优先 还是以能够带来新客户为准 所以企业的最佳实践 降稳增效还不是它的第一优先 为这种提效类的SaaS软件付费 确实意愿不是很强 从我之前自己的这零星的实践 包括从一些这个权威媒体 获得一些资讯上 包括同业的交流上 都是有获得过这样的反馈 互联网 那变现就是要不就是游戏 要不就是广告 要不就是电商 很明显办公类软件 应该跟游戏是正好相反的 广告的话也不是特别贴切 会影响用户体 那可能就是带货 就是电商这一块相对来讲 能够帮助的 同时也能够获得必要的利润 那一般来讲的话 不太清楚 您是否是了解的 就比如说 刚刚我们提到的 API使用费 就更定制开发的 然后更终极的这种面向 你的酱油增效 这种效率提升的 真正的把它变成一个效率软件 或者说服务于 很多个效率软件的 这种它的这种付费 频次高吗 还是说这样 在市场来讲 它是一种主流的盈利模式吗 我觉得国内的话 现在还不能算作主流 国外的话 其实已经比较主流了 因为其实国外的SaaS软件 它竞争是比较激烈的 所以插一句 就是国产软件出海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还是要有两把刷子 国内的话 可能效率软件的销售 不是特别好吧 那其实在我们最核心的来讲 在国内的 现在当中的这些软件的 主流引力模式 其实还是就像 刚刚我们说的 引流这一点为主 是的 当然还有一些 高级的一些订阅费 像我刚刚说的一些 信息存储 一些API调用 也是会占到台语屏的手 这个我可能说的不对 因为我没有 它内部的完全的信息 大家还是应该 以企业官方的人员的 介绍为主 那从这个过程当中来讲的话 您觉得 因为我们刚刚也 从整体来讲 分析了整体的 这个现场办公的市场 您觉得居家办公 可是很多企业 它还是 如果说在非必要 它不是很愿意选居家办公 因为效率成为大家 一个首要去考虑的点 您觉得在居家办公过程当中 效率提升的核心应该是什么 其实我刚刚有提到一点 你要确保你的团队内部 一定要都是成年人 如果说实在没有别的办法 还是要做一些裁员 前提是你决定把你的组织 永久性的 或者把大多数的业务 搬到线上 以远程的形式 进行团队协作 去着刚刚的说 不同人的表现的方差很大 自觉的可以完全不受影响 甚至真的是 像报道里说的那样 工作效率会变得更高 但是从平均来看的话 如果学历稍微差一些的 员工的话 确实是他的自屈力 不管能够性都会稍微差一点 必要的话 要用一些自动化的流程 或者用一些两个人发工资 然后干三个人的活 这样一些办法 去规避这些 这种远程办公的风险 这其实也是 最近不是就这两天 Elon Musk他在说什么 特斯拉的人必须回到办公室 然后必须要每周 在办公室工作40个小时 就是一个意思 因为特斯拉它里面 有很多制造业的人 这个司法好像就是这样 就是Elon Musk 他几乎说要让 其实是大家都回到 要强势大家回到这办公室 不低于40个小时 那也有网友就想想说 这40个小时 其实算下来 每周如果是5天的工作日 每天也就是8个小时 我们话说回来 你觉得一方面 因为他是制造业 另外一方面 他让大家都回到这办公室 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 任何事情 其实都可以分成 内部和外部两方面 我们可能当时 刚刚分析的主要是在内部的原因 但我可能还想再加上一点 就是美国 它的缘故 总体来讲 是比中国的员工 要不勤奋多了 因为我也在美国留学 有短暂的工作过 但是他能够做到这些 就我不具体详细展开的 不是今天的主题 大概有一个思考的方向 供大家参考 就是它其实有56亿人的市场 而中国的创业公司 只有14亿人 所以它其实是你 四分之一的经济压 这个是一个天然的优势 还有第二点 对外吧 就是也是中国这种 打引号的小市场 培育出来这种高内卷的 优质的产品 特别典型的 就是在最近的电动车产业 当然也是有国家的 幼稚产产业保护理论 当然使得现在中国的电动车产业 也不能说是幼稚产业了 已经开始给到 特斯拉一些压力了 包括他前几天也在说 觉得中国的电动车 现在已经造得越来越棒 所以我觉得 他也是感受到一些外部的压力 包括他自己的一些产品的 一些交付 他23年他要交付 三款新车 Roaster Cybertruck 还有Model X 不量产之类的 当然具体还是要以 人家发的推特为准 还有另外一点 就是前段时间 包括国内的一些互联网公司 尤其像以旅行 旅游行业为主的 一些互联网公司 他们其实选择了 你这个混合办公 作为一个最主流推进的 这样的一个模式 您觉得混合办公这个点 可取吗 还是说 它有哪些好处和不好处的 这个问题的另外一种问法 叫做线下办公的效率 是不是就一定比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要分行业的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举的 制造业 很明显 它是一定要去 去到那个生产车间 然后去到那个流程 你才能发现一些问题 而不是所有的信息 至少在现在全新影像 或者VR 或者说这种 你的现场看的视角 仍然比你在线看的多的情况下 肯定是第二产业 是一定要求你要现场的 是的 第二点是 我总和办公 其实还蛮适合于服务业的 或者说第三产业的 像我其实之前规划的 就是采用在人才具体 或者说目前团队成员比较多的城市 我们去在它的特别好的地方 去租用一些共享办公空间 这里面也有一些小trick 这里面有一个领口玩家 不是WeWork 是比WeWork更早的一家 欧洲的一家企业叫雷格斯 雷格斯它其实是有会员计划 它是每个月比如说五次 然后你只要付800多块钱人民币 然后就可以任选 就是全国的 它总共有200多个分部吧 都是在一线二线城市的 最好的写字楼 很好的位置 我去体验过几个非常好 然后这样子的话 就是大家可以 如果想开会的话 可以去这共享办公的空间去开 然后如果说写代码的话 那其实可以在家自己撸就行 混合办公应该是我未来一种 比较追求的一种 因为刚刚也介绍了 远程办公和线下办公的一些 现场办公的缺点 我相信大家多少都有 现场办公的经验 对吧 优缺点 我觉得如果你还没有的话 那我觉得你也不需要我介绍 你应该自己去感受 对吧 是 我们办公可能相对来说 是一种更未来的形式 肯定离不开的 就是真正优质的效率工具 这就回到了真正我们今天的正题 就是我们今天将要向大家来分享 介绍的几款 线上办公可以给大家提供的效率软件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这里提到它 其实也因为作为一个媒体属性 或者说作为一个平台属性 相对来讲我们是公正的客观的 只是说在这个里面 我们谈到了就是个人对于几款软件的 不同的这种维度的使用的思考和感觉 然后给大家一个比较平时的一个推荐 那么接下来我们其实要分享的三款软件 它们分别是Notion 然后Invision和写微信 那么其实这三款软件上 我在想就是能不能请赵老师 先给我们整体的概括性的介绍一下 它们分别 明白 我猜到你要问这个问题了 刚刚其实我们有提到一个框架 就是说文档还有看板还有聊天 文档的话 其实在我今天介绍对应的是Notion 看板对应T&B审 然后且微信对应聊天 所以这是我今天选的这三款软件的逻辑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逻辑 就是我一定都要亲身用 所以说想飞书 我可能最近才开始使用 就是没有让我特别自信可以分享 如前述 就是我今天主要是一个抛转引语 因为我不可能把所有软件给大家 就是完全讲 那是属于付费内容 什么能看到一个 Dark Mode下的Notion的介绍 那没问题 OK 这是我原来开远程会议讲什么习惯 要跟大家确认一下 能不能看到我的共享屏幕 这确实是一个 从远程慢工角度来讲 完全不同的一种写作方式 或者说行为习惯 对因为我记得一年前 就企业微信那会儿 刚疫情的时候 它的分享很多时候特别是你人多的时候 它是会掉 我今天其实点几点吧 因为其实网上讲的都很多了 我点几点值得去分享的 如果说您完全不了解这个软件 第一点可以去网上搜一些教程 第二点的话 您可以关注我未来可能乔说 推出的这种深度的视频吧 Notion第一点就是值得说一说的 它的同步的功能 这是我目前的乔说的这个项目 这里面肯定涉及到一些隐私信息 就是我不可能完全分享 请大家见谅我这个图度啊 它其实是公司全局的一个图 也就是所有的执行者 它都是这一张表上做事的 那可能大家会问 那这样会不会乱 Notion它的同步block的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其实也是为什么 我一直就是还没有用 飞书的一个原因 就是它可以 比如说我这里面 这是我可能目前这个项目 最宏观的一些规划 其实我本来想的时候 我是认为它其实是我公司的一种 管理上面的一种尝试 但是我可能想通过我目前的这个项目去实践 所以它可以允许我很准确的把我的这个任务 加到又能够有一个to do的 比较聚总的去展示 因为这些任务都是代办事项 同时它又能够被放到它正确的位置 无论是从执行层的角度 我可以这样很方便地做项目的 跨领域的项目的追踪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项目很多 包括这里面还有一些 这种我因为自学剪辑啊 这个过程中有的一些to do啊 包括像我最新的代发的视频啊 背后可以颜色的标出啊 这些都是一个个的think block 就会让第一次看到这个项目的人 觉得说OK 我会对这个公司有一定的信任度 因为它比较清楚自己不够要做什么 所以这个think block 我觉得是个very sexy的一个功能 这是第一块 第二块就是notion的数据库 因为严格来讲 其实是有专门的无代码 说叫数据库的工具的 我今天这里面 以我目前的乔说的视频的选宜为例 这个项目是一个built in public的项目 这个选题的展示 就是还没有发布的选题 我以后会以一个反馈面板的形式呈现出来 这是由我之前做的一个 用户反馈的一个小插件 类似吐小潮叫共注 背后的数据是存在像 生产啊 分销啊 试用啊 这三个view组成的notion的数据库底 然后它的这个数据库的使用方法 它基本上跟飞书的多为表格 或者说所有人的老实air table 基本上是做了一定的精简吧 所以这个notion的表格相较于air table 或者多为表格 更加适用于进行项目管理 因为它里面天生就带着文档 刚刚已经看过了 to do那些都是文档的形式 呈现了代办事项嘛 然后是一个all in one place 并且的话 你比如说有一些相关联的信息啊 你可以进行跨配置之间的引用 所以这是我觉得notion database的一个 一个比较好的应用 但是如果说你是纯粹这种存储数据信息 比如说这里面全都是用户的信息 那这个notion的database是不推荐使用的 所以因为我之前零星的 今天准备这个直播之前 零星看到有一些同学反映说 notion database不太会使用 所以这块可能之后的话 我会再细致再讲一讲 第三点就是我目前个人的三个workspace 其中两个是我个人的workspace 这个personal workspace 是我个人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记录 我原来这个workspace是放在Evernote上面 最近的话把它迁移到了notion上面 这个jose and daisy就是我跟我老婆 我们两个人的家庭事务的workspace 这里面记载着比如说像洗车的细节啊 什么之类的 我最近这是我personal workspace 我最近在学youtube 在学视频剪辑 然后这是我所有从youtube上面摘下来的视频 它也有这种插件 帮助你快速的save到你的这个空间里面去 包括你这些你可以相互快速的去wark 去调整它的位置 之前看过小韩哥来了的一个视频 它讲解就是更高等级的文明 具有的特征 我觉得让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有一个超级大脑 就是你应该尽量多的邀请 更多的有智慧的人 跟你一起在一个云端进行协作 形成一个智慧大脑 或者是一个超散大脑的概念 所以我觉得notion它之所以会成功 其实是它适应了这样的需要 我已经在跟我有相同心态的人一起来协作我个人的personal支持库了 就是好的经验了 大家可以一起来协同的编辑 notion的使用不仅仅是局限于在个人或者说是企业的 它也是可以应用于比如说在web3的视野下这种道德值啊 我觉得这是notion我想突出介绍的这三个亮点 我看下来是以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问题 最核心那个问题全局一张表 然后会不会让大家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分享或者说编辑来讲它是混乱的 或者说你觉得它梳理的这个整体的逻辑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问题的话肯定是会有的 但是做任何事情其实都是两害取其轻的 我觉得相较于因为不能充分的展示所有的信息而漏掉的一些你本来可以执行的任务的损失 是大过于记录的信息比较全面而导致一开始的研究成本 其实我觉得可以把它理解在这个部分 因为它除了这个数据库之外也大有的部分 就是这部分其实是数据语文党的范围 在语文党范围当中这种团队协作它会不会造成比如说我们效率的降低 或者说在里面我们有大量重复的识验 我觉得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 这个问题让我一下子勾起了之前我的跟同事沟通的经验 我给出的答案就是要分人 他如果自己有很好的或者说很细的文党习惯 就好和细其实是关心一个概念 好其实它但是如果过细的话就是过犹不及 每个人都要心中都要有一种最大的克制 就是什么样的信息是应该被记录的 它是应该被记录在评论来 就像我这里面的圈一 还是说它是应该被记录在正式内容的配注来 像这些description这些位置 每个人人心中要对于自己说出来的话的重要性要有掂量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刚刚一开始就提到你必须要裁员 因为有些技能如果你从零开始培养的话是太累 当然可能我以后做一些乔寿的视频可以让这个局面稍微缓和一点 但是做企业管理者的话是没有义务说是把每个人都培养的特别到位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最根本的问题它是不管是说效率也好 或者说是发工的形势一样 合规跟底底回到的还是说就组织形态的一种想象 我觉得这可能才是就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最本质的一个核心 对我觉得关于组织形态这一块我本来今天是想留到最后说的 那既然你问到最近不是比较流行这种大欧吗 这种去中心化的一种组织 我现在还是觉得有一定的泡沫 就是因为现在关注web3的在我看来还是可能投机者居多 当然我这个观点仅是我个人的观点 我现在还看不清楚未来的组织是完全的去中心化 还是一种混合的形式 我目前的感觉应该还是80%的是中心化 20%可能是由去中心化来进行对中心化的一些改进 暂时我们可以不着急对未来组织形势进行预测 如果你是从业者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做一个类似的产品出来 可以让你想看到的历史成为现实 我觉得这可能是更公实的一种方法 我们接下来往下接着分享 我们下一个T&P神 它也是一个国内的软件 我最早用的是T&P神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T&P神的几个亮点的功能 我今天想第一个介绍就是它的子任务 还有它的关联内容 比如我们现在以企业为信的群套机器人为例 这是我当时在我们看一下是什么时候 对它这个动态功能还不错 那会儿我应该是刚刚开始做这样的剧 做了快一个多月了 当时有一些这种自动化的需要 当然主要是房东问一些重复的问题 当时就想说能不能用一些自动化的方式去回答 这样的话释放一部分的运用压力 因为我当时的规划是想做这种短足房源的全自动化 T&P神它的这个子任务功能 就可以让你项目管理的颗粒度可以细化到无限细 比如说这里面的子任务 当然我这里面没设 就是它其实是你可以不停地往下加子任务的 因为T&P神在我看来 它其实在设计的时候是有借鉴 Alessian的那个trello 特别是像这个看板 基本上感觉长得跟trello还是比较像 所以这个子任务功能其实是它对于trello的一种放心或者说改进 点个赞 至少我当时我第一次看到我觉得还是很亮眼的一个功能 第二点就是它的关联任务 我今天举的这个群套机器人这个例子 它比较清亮化 可能一些更重量的例子 这个关联网页可能会关联一个十几个之类的 然后这个关联的任务也弄个十几个之类的 就它可以通过你的关联任务表示出来 不同任务之间的这种层级索引的关系 比如说这里面 这个任务就相对来讲就更复杂一点 它就可能要一起执行着更多的任务 包括甚至有的时候你可能要给这个任务加一些依赖 添加这种依赖关系 当什么任务完成了你才能完成 在我看到Notion之前 T&P神的前置依赖这种依赖任务 或者说这种死任务 或者关联任务组成的组合 是我看到的最强的一种 表示不同项目关系的一种方式 当然我在看到NotionSyncBlock 和它的可以直接把任务拽进去之后 我觉得那种方式是对这种关联的一种更形象 或者说更容易掌握的一种表达 所以这是T&P神我觉得第一点优点 然后第二点的话是它的动态 也就是刚刚其实提了一句 就是它可以有一个妙用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现在还在 偶尔还在更新的 我现在操作这个习惯 其实是有一点像程序员打命令行的这种习惯 当你的资料库里面东西特别多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这样子打几个关键词搜索 是效率是最高的 所以有的时候 你甚至可以在这个备注上面 可以专门加几个关键词 这样便于你搜索 这是我的 就是从创业至今 比如说如果以后怎么样 发达了 那就大概就就是资料 就是从这里面找 里面所有的勾勾勾 这个融入余光 都在这里 包括这个最新开始的 这个乔说这个项目 所以它这个动态其实是写的很详细的 如果有人想甩锅 就是或者你找别人背锅 这个都是一个铁证 留痕 对 留痕 对 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如果还没进入职场的同学 做事情一定要留痕 还有第三点的话 我觉得就是任务类型的自定义吧 相当于Team Vision 一个稍微高级一点的应用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所有的当时的项目的面板 这里面点开每一个里面都有细分的任务 然后大部分的都是默认的任务类型 但是在我当时 因为我相当于我是赚短租的托管费 所以我必须得有房源 房源它不是一个任务 它就需要新建一种任务类型 叫做 我就管它叫做房源 然后看一下房源的 我随便举个例子 这是我当时的一个SOP的流程 就是望京那边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房子 我记得它那个月租是8800 它是我们表现很好的一个房子 它每个月原来已经潜入到1万5 然后但是你需要一步一步的 按照标准流程 把人家这个房源上线 因为它的房源可能原来是长租的一个状态 你需要把它房子里面布置布团 一些accessory之类的一些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涉及到线下的 要去好的 然后你不要做这种流程的质量监控的 当时就是用Team Vision来进行的整个的过程 刚刚提到它这里面的动态的更新 然后包括像这种进展的更新 当然这个实际上使用 大家如果仔细观察 其实应该已经观察出来 它的人工的维护的量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也经常关注到的一个现象 就是这个表格其实维护的 跟现实的情况是 你没有办法要求一线的运营人员 去跟它做到完全的公布 所以这个也是 又回到刚刚就是沈赫你问的问题 设计的时候也不能过度复杂 要注意要过又不及 有这么一个事情 如果说你想配置Team Vision的一些滴滴的功能 Team Vision它整个软件 它产品经理我觉得还是能让我感觉到它是很有野心的 或者是它的公司的大产品经理创始人 功能做的还是很全面的 包括它后来还加了这种网盘 还加了聊天之类的 所以其实好处就是直至今日 就是你不用Lotion 你那样可以用Team Vision来进行效果案力 但可能缺点就是上手起来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企业微信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大家使用评论最高的一块软件 企业微信我可以讲的东西很多 我也是挑几点 企业微信里面做的比较好的功能 从这个后台面板来带给大家感受一下 这是你企业管理员可以看到的后台 我们先介绍一下它跟外部沟通的一些能力 比如说这是我目前用的最多的一个能力 就是它的微信客服 要知道这样子的 简单的在网页上面右下角添加一个对话框 对于大部分的负担来讲都是要付费的 我就不提像国外的Intercom每个月 对于创业公司都至少要收你400块钱人民币 这样子一个高额的费用 腾讯其实一直在干这样的事情 说句不好听话叫抢别人的犯法 当然它是因为它有这样的雄厚的资金 但对于我一个自有资金创业的人来讲的话 那肯定是能省则省 像微信客服它其实就是允许你在 且微信内部的生态或者外部的生态 可以在你的网页或者APD上可以接入这种咨询 具体的这个展示效果的话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乔说的公号里面的联络 其实就是用微信客服搭建的 像大家这里面可以配置统一的回复语 可以做这种快捷回复的这种配置 但是我这个快捷回复就是 来了一个工程的问题我就加一个这样 然后包括还有像它铁微信的这种 外部群的功能 管理这种 这是我之前建的各种各样的586个 铁微信的外部群 你员工的离职可以使得这个群的管理不受影响 这点是企业微信的一个很好的员工 特别对于可能初创企业你的员工的流失率比较高 或者你这个行业的流失率比较高 然后第三块就是它的客户朋友圈 简单的说就是跟你的朋友圈一样 只不过发圈的人是企业微信身份 并且这个圈是有一些模板是可以企业可以共性的去管理的 比如说我这里面可以添加一些签名的一些素材库一些这个封面啊之类的这些信息 最近看一些这种消费企业他们也是越来越多的开始用了 像这个TeachMe啊肯德基啊之类的 还有一个小点就是它的公费电话 这个功能我感觉好像用解微信的公司 但是它的使用就不是很高啊 但这个功能我觉得其实还蛮好的 它费用啊还是比较便宜的 我记得我当时充的时候是六分钱一分钟 是比你自己打电话要便宜的 而且的话它是带有隐私号码保护的 所以你对外的话 如果你不想展示你的个人的号码是可以把它引去的 当然我换的项目 这个通话市场就低了很多嘛 像原来的话一些对客户的一些沟通啊 不过这个功能有一个注意事项 就是如果你想用它来做电话销售的话 它是每天是有十个 还是说两个小时不能超过呼叫 多于十个unique号码的这么个限制 不是特别适合于电话销售的场合 但如果是内部沟通 或者说是跟你的客户公费电话是比较好 这样子可以也帮你稍微省一点成本吧 就不用每个人给员工去报销电话费 会便宜一点 然后还有就是它的一些跟钱相关的一些功能 像这个对外收款啊 然后还有包括像企业支付啊 一些报销款项啊 可以通过企业支付的这个功能 当然它背后是调的微信支付 包括像发红包这类的 这些必要的节庆啊 跟大家互动一下啊 或者是工业商的这种付款啊 这些都是可以使用 还有一个小的功能啊 也是当时访客还不错的 滴滴的企业版 可以帮大家打车报销 可能也听到的有的笑话说什么 在公司等到九点钟 在下班 背后就是滴滴企业版 对于提高员工的工作的满意度 还是有一个帮助的 当然前提是你公司不是全远程版本 然后还有一点 企业性最近也在发地吧 就是它的集成功能 开始支持一些API啊之类的 这块比较专业 我就不展开了 像它的这种微信群聊的 这种webhook的机器人推送啊 或者包括像最新的一些代码 一些自动化的 我觉得国内目前的翘楚 是这家极简云的公司吧 像它也是支持企业微信的 给这个模板 做一些这种无代码的 这种自动化的一些配置 所以企业微信总体上讲 这个也是沿袭了 腾讯特别大的一个优点吧 那毕竟小马哥 它是产品设计开发人员 所以它的对于文档啊 对于规范性啊 包括像腾讯云的文档 那写的比亚地 就强的不是一定版 还是比较规范 那基本上对于你 可能非专业的 像对于我来讲 我阅读起来是没有问题的 也是企业微信 我觉得做的比较好的一些地方 简单的用 它就是微信 你就把它当成微信用就好 如果是复杂的用的话 就是我刚介绍的这些 相对比较复杂的一些用 当然它也可以进行 更进一步的拓展生机 那接下来 其实我们也有 之前在我们的这个大纲里面 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说写到企业微信 冰冰飞书 其实在大家的理解当中 我觉得这是 就听起来很像的三款软件 一方面是说 这个做做协同 然后大家有人用它打卡沟通 或者说是组织内的一些 协作来讲 那其实我们今天想聊一聊 这三款软件 如果说我们同样对比的话 它们有哪些相似 或者又有哪些不相似的点 我们其实可以先 带着一个认知 一个企业 它的基因和文化 很大程度是由它创始人 或者是它的早期团队来决定 并且它会长期的作用于这家企业 很难改变 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再来看这三款软件的一统 就会更特色一些 企业微信 我觉得是站在对话市场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所以它可能跟这种外部的 微信的联系人的支持 就比较方便 如果说是做这种一般的服务 我刚刚也举例了 就非常实用 可以跟客户亲和的 构建你的私欲的流量池 包括平时必要的 互动关系的构建 这是企业微信的特色 丁丁的话 它是站在老板市角 听到的关于丁丁的 最多的负面反馈 基层员工对于丁丁打卡的抱怨 我还是带着我们刚刚的思考框架 因为丁丁它在成立之初的时候 它其实税有的主要的企业 是阿里的这些供应商 或者说它平台上面这些卖家 大部分都是制造业 制造业就是纪念公司 所以丁丁它的服务的是 跟阿里的主业 跟它的客户 它的平台最早的 什么卖全球的 那个阿里铁军卖的那个服务 中东铁军卖的那个服务 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 或者说现在的天邦之类的 但都是不算是创业产业 这些产业 就是什么是创业产业 它的绩效 它是跟工时 是没有直接的证明关系的 但是你像制造业业 很多时候就是 你工作了多少长时间 就有多少产出 所以这是我觉得 丁丁比较适用于的 铁业类型制造业 分析书的话 它是最新的 公司的话相对来讲 最轻眼 直接调动 应该是目前没有任何的 实体的人布局 纯软件的公司 像它的是站在 这种个体视角 服务于个人 它会推出这种 每天完成 就可以把你的 对话列表 给打勾勾清零的这样 我印象应该是 写微信和丁丁 是没有这样的 有一点像我刚刚提到的 超算大脑 它的这些文档 妙气 多维表格 其实都是能够帮助你 把企业的信息 一些零碎的一些 最佳实践 能够把它整合到一起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现在这么多的创业企业 或者高薪企业 在用废书的原因 这三个部分 其实梳理的 也还是挺全面的 就是企业微信 丁丁也好 废书也好 一方面是来自于 它本身的企业文化 另外一方面 也确实和它的使用人群 有很大的关系 我觉得在这里 也能给我们 主播间的这些观众朋友们 提供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参考吧 回到本身的我们对于 更大的一路的一个梳理上来讲 就是国内外来讲 它线上办公软件发展的路径 是有什么区别的 或者说为什么产生了这种区别 我觉得其实这两个问题是连着的 我们首先明确一下 我这个人其实比较会习惯的去 question your constraint 就是我会质疑你的假设条件 什么叫国外 因为在线办公软件 它是有这种网络效应的 它带有社交软件的属性的 所以它是有强者很强的 在这种西方世界 最多运户的地方 它自然 它就更容易形成量化的活动 所以我们看到的 主流的这些在线的路人 基本都是在美国 就这一点跟大家指出一下 就是国外 其实你可以认为 在这个里面 就是专制美国 也是可以分成几点吧 第一点就是边界感 边界感的成因 我可以讲一篇 就是它可能 对 它可能是跟历史文化 包括像古罗马 跟古秦汉那种区别 我们都能够观点上 所以我今天只是讲现象 原因的话我不讲 就是国内的平台是全干 自己要照顾所有 可能的原因是 服务商的人群起数量 但是最核心的就是 有多少人是从大公司出来 或者说叫独立开发者 他能够做这种 比较小的软件 国内目前这样的人群比较少 所以说那可能 比如说像Master Gold 它的这种插件的市场 就相对就会比Figma 要不活跃很多 或者像莫刀 甚至都没有这样的市场 在我上一次使用 我至少记得是这样 国外的话 因为它可能 买家的付费预员相对比较好 服务商的人群也比较多 它比较良性循环 它的软件的边界感是清晰的 然后这又回到 刚刚介绍了说 国外人比较懒的 一个可行的原因 它有56亿人的市场 它的软件是英文 英文是主流的是低语 它是能覆盖更多的人群 这是边界上 我觉得一个区别 就国内的话 它为了追求更高的 年度的营收的话 它不得不什么都干 要不然可能无法满足 投资人的预期 国外的话 它可能自己不strap 就不需要特别大 就这么搞起来 然后很多人也 PLG product led 这种方式 也就注册 也就使用了 然后第二点 我觉得就是在SEO上 这个当然也跟边界感 是息息相关的 微信一家独大 已经形成了 实质上很垄断了 最典型的一个例证 就是你在搜索 关键词的时候 可能会搜一下百度 再搜一下微信的搜一搜 我其实很讨厌这个 实话实说 但是没有办法 对SEO在国内 其实已经 is dead 结束了已经 就是你做微信就好 可能唯一的 第一个就是知乎吧 国外的话 它可能你在设计软件的时候 比如说像notion 它的配置 是默认自带 index所运功 像它这个 支持你复制成模板 然后支持这个 搜寸已经锁引 但它这里面提到了 说这个只有当别的人 引用了你的链接 在时候 有网页才会被锁引 但这样的设计 不止notion一家 基本上国外的配置 都是可以被Google锁引到 所以这也是 其实客观的 给这个软件的PLG 带来的很大的便利 因为微信的搜一搜 毕竟它能够同时 产生的信息还是比较少 所以我其实还是蛮期待 web3来冲击一下微信 然后把这个局面 给它打破档 就不要都是 就是弄得像 在一个小手机壳里面 那样缩来走去 不是特别的professional 我个人的观点 第三点 国内的手机 行天下下 也跟我自己海归心态的调整 也有一定关系 我原来其实是 对于这种 手机移动端的 这种非线性的 视频剪辑软件 简单说就是像机剪映 或者像什么 B剪这样的 手机版的软件 我是觉得难以置信的 就为什么 在那么小的屏幕上面 就难道电脑 用着不方便吗 直到我看到 我的家人 在高铁的上面 用这样的软件 然后很快剪出了 一个很生活化的 一个片境 我才开始相信 这样的软件 还是有应用的 包括其实国外 现在iMovie 他们也在做 国外的话 它可能 移动端 仍然是主要 特别是企业的决策 表上是全桌面端 不过它的移动端 其实也在快速发展 所以这块 国外也是在 向国内贴近 第四块就是 它的变现的方式 我们刚刚也提到一点 变现的方式 其实你的直观的感受 就是你的界面的纯粹性 我们来看法 Notion的后台 它就这么大 我们来看法 请微信 它的后台 它有好多个台 各种各样的功能 Raw of thumb 就是变现越容易 它功能越减 你这个符合直觉 国内的话 你就得像我们刚刚说的 就得弄这种私欲家电商 国外的话 它就靠这个付费就完 我的话 也是给这东西付费了 当然我这里面 使用那些这种 小trick的一些方式 如果您感兴趣 我们可以私聊 不方便直播分享 第五点就是 Web3 国内现在的监管 跟所谓的发达国家 还是不一样 所以国内可能 这种Web3 是以元宇宙的形式呈现 包括像我 有一些之前的公司的同事 他们也在做 类似这样的判所 眼神办公厂 就把它放到 元宇宙的空间 就是大家以这种 虚拟形象的形式 来完成办公室的 一些人与人之间的 后度互动 国外的话 它可能是没有什么限制 所以它是VR 或者叫元宇宙 和DAO 它是同步发展 这里面最近一个 比较激动人心的 一个例子 就是Google 新的Google Glass的 Prototype 它开始支持 更流畅 实时翻译 它这个视频中的例子 是可以实时的去 比如这个人 他是一个讲英文的 然后他小孩 他是讲中文的 然后他们两个 就可以无缝的进行对话 这样的功能 其实还蛮酷的 我觉得 我们刚刚一开始 最开篇就提到了说 线上办公室 要解决的第一个痛点 就是没有面对面沟通 但是以后 可能线上办公室 它也有面对面沟通 那整个软件的形态 就是比如说像 企业微信这种 对话式的方式 是否要让位于 原来的这种 人与人之间的对话 当然是虚拟人物之间的对话 不管它是在 元宇宙空间 还是在增强现实的 现实空间 所以这都是可能的 国内外的一些 软件的一些 发展的区别和一些趋势 接下来的话 其实还有一几个想问 因为大家也知道 关注我们36克 企图点评的人里面 我们的用户里面来讲 主要还是分为两个部分 我们简单粗暴的 来划分 就是买方和卖方 我觉得今天既然 我们谈了很多 关于这种效率的 然后包括这种 协同的软件的分享 然后我们也做了各自的 复资于各自角度的 这种梳理 我想问一下 江老师有没有什么话 想对于这些 卖方的伙伴们要说的 首先就是 我不一定有这个资格 一销大方 其次的话 就是我谈几点浅见 国内的 从目前到付费的 我自己做甲方的经验 来看的话 大部分还不支持 自动续费 或者说按月付费 我说的可能比较具体 这样你具有可实操性 所以我在付费的时候 需要每年去 付一大笔钱 就是没有按月付费的坏 它跟我的账期 是不匹配的 因为我的收款 是每个月收的 这样你一下让我 支付一大笔 难道让我 为付你的软件 然后去借个贷款吗 对吧 然后或者是 这个自动续费 当然这个有客观的条件 是线微信和支付宝的 周期扣款 它的开通门槛 是比较审慎 比较高的 原来是有1000万的 注册资本要求 最近的话 支付宝是降到100万 微信的话 是你需要找 它的客服 去人工的去问 相对来讲 门槛比较高 所以可能 目前我们看到 国内用的比较多的是 一些大的玩家 像爱奇艺 腾讯视频 他自家的亲二字 他当然是有 按月扣费的 在一些第三方的 这种小厂用的 还是比较少 我之前也试过 确实还是 申请的流程 有一定的难度 不是开箱即用 但我觉得这块 其实应该 把它做成开箱即用 还是我刚刚提到的 我的一个思维方式 就是我喜欢去质疑 它的假设 就是你 现在所有的软件 都属递币的软件 都是在说你 比较难以获得付费用户 但请问你 一下子管人 要一万块钱难 还是你每个月 管人要1000块钱难 更容易难 你所有的结论 现在都建立在 相当一次性 就要管人 要一个大金额的一个钱 但你如果说 每次管人 要的金额少一点 跟人家瘴气能和匹配上 这个结论会不会改变呢 因为我现在 还没有成功的产品 没有办法说 我应验了这句话 但我觉得 这其实是 很值得思考的一个点 第二点就是 还是要继续支持 这种ISV生态 或者说叫 平台的服务商 其实就是 术业有装功的道理 自然界中 有一个经络的现象 一经络万物生 就一头金的死亡 它沉到海底 然后先会有 这种最大块的生物 鲨鱼啊什么的 去把它大块肉 先给吃掉 然后之后的话 会吃它的 这个生物的体型 会逐渐的变小 最后变成细菌 然后最后 这个鲸鱼只剩下骨架了 其实长得最终像珊瑚 每一个层级 都应该是要 有不同的玩家 去吃它这个价值链的 每一环的 那你不能要求 腾讯啊 或者像别的大公司 员工 他去考虑一个 特别逆致 特别小的一个需要 并且它能够做的 特别符合于 可能这个小区 就只有那么个 1000个付费用 它作为平台 它是不善于 或者它也不可能 把这样的需求 放到第一有限的 但是如果你把 这种ISV的市场 做得比较好 我觉得特别值得 学习的 之前也做过 一点点的Shopify 它这个Shopify 上面这些小玩家 这个logo设计 都蛮专业啊 但它可能背后 这个团队只有一个人 没有什么 启动资金 针对一个 很小的一个需求 比如这个 帮你做更漂亮的 产品的评测 产品的评价 或者说图片的评价 之类的 它做的都很细 但是用户满意度很好 8000多个评价 那它的收入 应该也是很不错的 这个如果团队人 比如说一两个的话 财务自由 应该是没问题的 至少一定时段内 所以这些都是 ISV市场可以给到 整个的服务商啊 包括像无代码啊 像这种独立开发 这种生态 能够给得到 所以我觉得 铁卫性最近 在发力ISV市场 这一块 我觉得是 我是以后 想用脚投票 想要再做一些 这种SaaS产品 然后把它发上去 做一些这种尝试吧 因为确实对于 土币软件的话 这种ISV的推广 是特别好的一个渠道 至少从国外的 成功的创业者的 他有做这种 我看过一个 IndiHacker上的报告 他做了大概 300多个成功的 企业的分析 他发现 第一名占30%的 成功的渠道 就是这个ISV 国外的话就是 我觉得你也应该 开始注重一战事体验 Mask前天也说了嘛 他给微信的 超级APP点个赞嘛 说这个推特应该变成 像功能更全的 这种超级APP 包括像这种 Notion的成功 因为我原来 其实我有一个 先入为主的假设 就是说认为 国外这种承邦制 或者什么三权分离 他可能不希望 一个软件边界感 模糊 这也是为什么 其实我也是最近 才开始用Notion的原因 但是Notion现在很成功 事实证明 这种all in one的软件 确实能帮助你省事 从奥帕姆 踢刀原理的角度 那我能够 少装一个APP 我为什么要多装呢 所以这个 还是有一定的价值 因为国外的 很多的它的软件 在总结最佳实践 所以你可能 如果你要问我 具体的建议 那我现在没有 这样的资格 然后 对于这种买方来说的话 如果您是使用者 现在远程办公软件的话 我觉得 我不能说算是 有什么feedback吧 我想强调的 就是说客户是上帝 以防你应该放低姿态吧 始终去琢磨假方 你就是买家 他的需求的 变化趋势和规律 不要抱怨 说什么国内的这种 付费习惯不好 什么之类的 就是你要尊重 客观的经济规律 我没有什么 对买房的意见 我觉得 大家的做法 存在极合理 卖家你要去自考 要去对应的 要去适应 自然界中最强的个体 都是适应力最强的 并不一定是 绝对武力最强 今天把整体 线上办公的生态 我们都梳理了一遍 从来到国外 然后这些 其实还是非常全面 其实我们谈到 今天整体的 线上办公的生态 我觉得聚焦了 当下的一个热点 然后结合着 共有的一些个人的痛点 对整体的线上办公的 一个软件的生态 并不处理 然后从不同的产品的类型 软件的类型 他们各自的优缺点 能够带给我们的一些思考 其实都放在了这个里面 我觉得这个内容 其实对于 不管是做买房市场 还是对于卖房市场来讲 都是有一定的参考性和意义的 在这里还是能够看到很多 而且我也非常欢迎大家 不管是说我们直播间里的小伙伴 还是说张晓老师直播间里的小伙伴 能够积极的参与到这个话题 跟不动的 然后包括后续的话 我们也会对这个话题 包括一系列的其他的类型的软件 不同的赛道软件 我们也会进行不同的梳理 我们还会邀请张晓老师 再次做客我们直播间 谢谢 说话你以后不是请我 其实咱们在端午节前 放假前咱们讲上班的事 其实是一个特别严肃的话 对 但是我觉得直播间里还是有小伙伴 从头一直跟我们看了下来 然后我也希望大家不管 比如说也可以关注我们 这个乔老师自己的公众号 乔说 然后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36克站内 然后订阅这个张晓老师的这个视频 也同样是这个名字乔说 也可以刚刚 也可以把刚刚我们提到的 有一些以前张晓老师 谢谢 对做过的一些这个评测视频 都可以这个也可以看一看 然后这样的话 后续的话 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社群里面 第一步动好的那也感谢直播间的各位小伙伴 然后能够在节前之后陪伴我们这么长时间 也感谢张晓老师做客 我36克起伏点